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 你剛吃完晚餐對不對 健康2.0 我們現在7點首播 大家剛吃完 有的人就開始覺得 腸胃不舒服了 在台灣每四個人當中 一個人胃食到逆流 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我就是胃酸過多 吃致酸劑等等的 哇 如果搞錯方向還更麻煩呢 因為有的人反而是因為胃酸過少才產生的 這個時候你用致酸劑下去 剛好讓你胃酸更少 那我到底怎麼知道我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還有如何避免去踩到這些地雷 另外養胃的好食材 我們今天有一種很特別的要介紹給 阿松 你像之前美食節目啦 還有像比方說你是OS桑 對不對 所以常常用到聲音各方面 聽說你一開始其實是胃酸的問題 就搞錯啦 我其實那陣子很嚴重的時候就是 每次睡覺起來 然後就喉嚨有異物感 然後一直 咳咳咳咳咳咳咳 親喉嚨 然後親到後來不自覺 就一整天都來親 然後連睡覺的時候 我老婆說 她都會聽到我一直在 咳咳咳咳咳 然後我老婆說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喉嚨 她很怕我喉嚨又長短或怎樣 結果後來去給醫生看 所以你原本以為說是 職業病是因為聲帶用太多 然後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醫生幫我看 喔 你喉嚨真的紅紅腫腫的耶 那個聲帶也紅腫 但是是因為胃酸一直不斷逆流 那個食道一直被胃酸給刺激 聲帶也被胃酸刺激 喉嚨也被刺激 然後後來才抓出來 我其實是胃脹氣到一個爆炸 不是感冒 也不是聲帶常見 其實像阿松這種情況 我們在門診上是很常遇到的 任何人他只要覺得喉嚨怪怪的 常常會覺得像輕痰或幹嘛的 一般只會看兩個科 一個就是像阿松一樣去看耳鼻歐科 另外就是去看胸腔科 對 大部分都是這樣 他覺得自己有老痰 可能是肺部不好 其實我們在門診我最常遇到的 因為之前有個膽結石的病人 他三個月三個月回來我這邊追蹤 因為他不想開刀 他每次回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講醫師我怎麼覺得最近好像 喉嚨裡面都有痰 都好像就是咳不乾淨的感覺 他太太每次都陪他來 每次都罵他說 你就是抽菸啊 你菸都不見 你跟姜醫師講這個有什麼用 你菸不要抽 就沒有痰就沒事了 他一直覺得是痰 他每次還去跟我講一次 每次還去跟我講一次 其實我們外科在看門診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少帶聽診器 不像內科醫師的 我們也很少帶聽診器 那一次他就在那邊又在講醫師的時候 我是在受不了 我就去隔壁借一個聽診器 我說你嗑嗑看 我就真的沒聽到什麼痰音 可是他就一直覺得自己卡卡的卡卡的 我說那不大對喔 我說你去看隔壁是耳鼻喉科 你去看一下 如果耳鼻喉科說你沒有什麼鼻涕倒流 我就幫你排胃鏡 就去耳鼻喉科去看真的沒有事情 我就幫他排胃鏡 他竟然是胃食道逆流第三集 結果他太太這樣一講 他耽誤了他一年半 因為他每次都說你這個就是抽菸 其實他太太講對一半 他真的是因為抽菸引起的胃食道逆流 所以抽菸會引發胃食道逆流 對 但是他頭籠卡卡的不是因為有痰 是因為抽菸引起的胃食道逆流造成的 因為其實剛才講的這種喉嚨 像這種喉嚨卡卡怪怪的 甚至有人會覺得胸口悶悶怪怪的 可能會看到像胸腔科 甚至心臟科 事實上這樣子胃食道逆流 他有分點型跟不點型的症狀 點型的症狀就是我們所謂的火燒心 胸口灼熱感 常常聽到說灰燒心 他是哪裡在修 大概一般就是我們中間這個胸骨的後面 後面喔 對 胸骨後面這個地方 可能會悶悶 甚至有著著熱感 所以是整片嗎 沒有 都集中在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廣告 那個搬家 你搬家去之後又 就那一條 是 差不多就那個位置 類似 但是也有些屬於非不點型的症狀 我們講說胃食道逆流裡面 有一些不點型 不點型症狀就是 他胃酸有可能會刺激到喉嚨這邊來 那會造成什麼喉嚨的 覺得卡卡怪怪異物的這種感覺 但是有些人甚至他會造成像慢性咳嗽 沒有什麼痰 可是一直在咳嗽 一直在胸腔咳都看不好 那甚至有些人會氣喘 氣喘 氣喘 跟這個也是有可能有關係 好 那如果長期不去禮胎 因為我們剛提到台灣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 長期不去禮胎 或者不知道自己到底怎麼了 一直沒有對症下藥的話會怎麼樣 剛才兩位醫師所講的這個情況 其實在胃食道逆流裡面 算是一個比較輕的狀況 那如果比較嚴重的話 可能就在食道的本身 有你長期的這個食道逆流呢 在下面你的可能第一個會造成食道的潰瘍 我們如果食道長期的逆流 這個地方它會慢慢形成一種慢性的潰瘍之後 或許會形成一種八橫組織 八橫組織久了之後 逆流的情況大概就很難再改善 有時候可能必須借助一些手術的方式 來調整 那還有一種情況 可能會形成一種我們所謂的 巴瑞式食道 巴瑞食道就是一種 因為你慢性發炎 造成它的這個黏膜組織改變 那現在很多我們在當代的醫界 卻認為就是說 這個巴瑞性的食道 是一種癌 食道癌的一個前身 的確 食道逆流是胃酸刺激所造成的 可是它卻不是食道逆流主要的原因 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杯這個瓶子它是胃 裡面的水是胃酸 對 那上面的蓋子就是我們的奔門 你看如果這個功能是好的話 我們怎麼晃蕩 胃酸都不會逆流 對 但是如果這個奔門鬆了 鬆了 我們就算是沒有滿 有耶 喔 胃酸就這樣子逆流不上來 那就是說明明你可能胃酸是剛好 可能胃酸不足甚至更少 但是只要你比如說你的食物消化不好 然後你在睡前你過於暴飲暴食 然後又喝了酒精 直接去睡眠 直接去睡覺 可能就會造成這種情況 我就想問胃酸我們都知道它很酸 到底 它是多酸啊 然後它在胃裡面 OK 可是只要上來 我們其他的器官 它只要一衝上來一經過 就不得了啊 其實這很簡單 因為正常的食道 食道 那些食物在那邊 PS大概是PS6到7 胃酸 胃裡面的胃酸 PS是1到3 這個酸多少倍 酸都快到1萬倍以上 1萬倍 所以有人說像鹽酸那樣 就是類似那種鹽酸的酸度 哇 所以你說你胃酸如果跑到食道 那怎麼可能受得了 你看我們正常的胃 食道跟胃是這樣子 你食道下去的時候 這邊有個噴門 再到胃 胃出去就有個幽門 你這常常講 像剛才汪漢醫師說的 你東西下來 你食道也一直蠕動 蠕動到這邊的時候 這個噴門要打開 打開之後食道進去 這噴門要馬上關起來 然後再出去以後 在幽門再打開再出去 這是一連貫的作業的 對啊 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沒辦法 為什麼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奔門有問題 奔門有問題關不緊 關不緊有人是天生的 有的人是因為你看 奔門這個地方 這邊還有一個橫隔膜在這邊 有的人是因為他天生散氣 胃跑一部分在上面去了 所以這邊的壓力變得不足了 我們這邊奔門的壓力 其實不只是食道酷胃局本身的壓力 還有我們的橫隔膜的壓力 可是他可能因為天生或是受傷 橫隔膜破掉 他的胃跑上去 這邊壓力當然不夠 那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原因就是胃 胃脹的關係 胃脹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你可能暴飲暴食一下吃太多 另外一個胃脹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出不去 他幽門有問題 所以他胃也會脹 奔門或者是幽門有問題 反而才是主要的原因 對 都可能會造成胃食道逆流 當然你的食物 如果沒有經過充分的消化之前 你要排出 你會延長胃排空的時間 這是一點 所以為什麼 有的病人你食道中酸鹼度 可能因為逆流的關係會增加 但是並不代表 你胃裡面的胃酸 是太多的 酸度是夠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要增加 你胃的消化的速度的話 事實上 為什麼我們會提到說 你不是用致酸劑會減少胃酸 這個做法是適得其反 你反而要適當的補充胃酸 讓它消化的速度增快 還有一點 其實可能我們並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的下腹部 產生的力量的負壓太大了 比如說懷孕的婦女 我們懷孕的婦女 有時候有所謂的孕吐 都覺得說好像對食物 這個好像覺得反胃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胎兒 在肚子裡面增加它 下腹部的壓力 導致它常常會嘔吐 所以胃食道逆流 我們剛剛提到奔門 跟這個門關不緊有關係 那會造成胃食道逆流的 就跟這些有關 腹癌的部分 你也遇過這樣的病人 對 其實像我之前 遇到一個產後 他要減重的父母 那其實那時候 當然在諮詢的過程中 知道它主要是因為 現況生產完之後 短時間趕快恢復到 懷孕前的體重 那其實在諮詢的過程中 就發現說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困擾 就是胃食道逆流 但是其實它很特別的是 它懷孕前沒有 懷孕過程中也沒有 就像剛剛院長講的 其實孕婦 尤其是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是個胃食道逆流 它完全沒有 它反而是開始坐月子的時候 胃食道逆流 奇怪 明明已經卸貨了 為什麼這時候胃食道逆流 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它是因為 穿錯塑身衣 啊 塑太緊了喔 對 它希望短時間 趕快瘦到自己 原本的體重 所以它去網路上 隨便買那種 完全不符合自己尺寸 就把自己勒 怎麼樣都像包粽子一樣 把它塞在她的衣服裡面 那我覺得以前的歐洲美女們 歐洲的那些 應該都有胃食道逆流 對 他們又是 他們都純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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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主要就是負壓 那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些食物 的確對我們的 下食道逆流 其實就是所謂的奔門的一個 閉合 其實會有一些影響 包括像 巧克力 巧克力 甜食 為什麼 是因為刺激嗎 應該是有一些咖啡因的成分 對 然後還有像 薄荷的一些成分 薄荷糖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剛剛講的酒精 抽煙 還有咖啡 甚至有一些 容易產氣的一些蔬菜 洋蔥等等的 其實也比較容易導致我們 嚇死到這個奔門的閉合 會受到一些影響 阿宋像這邊 暴飲暴食 你之前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啊 有啊 剛剛江醫師跟院長在講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以前吃很多 有多少 我去看景的時候 因為以前食尚玩家 對 去看景我們 譬如說這一集要拍八家店 我去看景兩天 我不可能只看八家店 那你看 我去看景兩天 然後我一集要拍八家 那我兩天看完 又要不只八家 我一天最喜歡看幾家 看六家 一天就要吃六餐 兩天十二家 對 一天就要吃六餐喔 那這個是在看景的時候 那我曾經在外景的時候 拍一整集高雄 我一直記得那一天的早餐 六點去吃一個 青海 那邊有個國宅 高雄 然後他們的王家飯糰 早上六點半 但最後一餐是凌晨兩點半 一路吃喔 對 在三鳳宮前面吃幽靈香腸 就那個攤子 快變幽靈了 對 那吃到我整個人都快變幽靈了 所以暴飲暴食對我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長運動 那你那時候就真的很長這樣一洽生嗎 很長 我那時候有多誇張 就是外景都是九人坐的小巴士 然後我們一上車 下車的時候要彎腰 因為它是鄉行車 我這樣一彎腰的時候 它就會流到我的嘴巴 然後流到嘴巴 剛剛不是在說那個胃酸是什麼味道嗎 我知道胃酸是什麼味道 胃酸的味道就是 一點點 它的酸喔 比檸檬再酸 但它不清新 檸檬很清新 然後它吃起來有點辣 那個辣呢 不是辣椒辣 是有點像wasabi 然後最後還有一點 不要形容那麼細 是嗎 不用分享這樣 對 所以那個胃酸在那個時候 我每一餐吃完 然後就一上車就這樣 然後我會想說 我下車之後要吃新的東西 為了讓口氣 不要一直被味道感染 我還再去買一瓶茶 吃完之後再喝茶 吃東西之前再喝茶 吃完之後再喝茶 所以那時候我是整個很嚴重 那不對嗎 它喝茶前後這樣 對 其實它的確都還是增加 讓我們的胃裡面的一個體體 裝滿了食物 對 那當然壓力就大 那如果再加上它的一個奔滿 閉合不全 就更容易滅流 有一個運動 其實我在這裡一直對這個運動 抱持著這個比較 比較懷疑的態度 就是我們大家訓練身體的時候 有人會怎麼樣 做倒吊雞 對啊 有的人明明比如說 腰椎不好 他應該去做復健治療 要做牽引 結果他說那我回家買一個倒吊雞 怎麼樣 那倒吊雞你久了之後 因為你的重力的關係 往往也會久而久之也可能造成你的 這就是我要講的晚下班吃晚餐 變成你剛吃完沒有過兩個小時 就平躺睡覺 其實都容易造成胃食到你了 至少隔三到四個小時